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很多片段中都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很不一般 说是友情 老熟人但是却比友谊更深 几乎与恋人没什么两样 轮哥因为性格比较腼腆 所以有时候放不开自己 但是一遇到杨子他就格外的放松 因为这种熟悉感让他很亲切 他也直言杨子是个很会让身边人开心的人 和他在一起周围都是快乐的 开心过形容他一点都不为过 可见坤哥说起他时总是满脸的笑容 那种轻松与愉悦感是骗不了人的 在剧组时他虽然会跟小猴子打闹 但是更多的都是杨子在欺负的 而他也会做出很多暖心的举动 比如撩头发 小心翼翼的举动让人知乎好甜 再比如在活动上的对望 实质紧扣 这些可都是有证据的 正在网友们决定吃下这颗瓜的时候 大家纷纷猜想邓伦与杨子能否在戏外延续缘分 杨子就用了三字回应了 直言两人还是好朋友 言外之意就是还没有网店人类方面发展的倾向 只是好友的关系 这一回应可让粉丝们心碎一地的 本来是心心念念的CP党 却被好朋友三字打过原形 真是可惜了 对于他打的关系 其实外界一直都有揣测 也是因为两人是在有很多亲密的举止 才会容易让人产生误会 何况两人有那么般配 就会不自然地将两人放在一起 同时经历了一个恋情的失败 有太多的相像的地方 粉丝们才会迫切 希望两人延续系中的缘分真正可以在一起 在这里小编也只能说